不可否认近几年来电音正逐渐进入大众的视线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逐这一种音乐文化 因此国外的电音节也都陆续的开到了国内 1月31日热播在上海举办发布会 宣布将以主办方身份引进国际著名电音文化节IPEDC引入中国 并将在今年4月举办首场EDC除菊电音嘉年华 为中国的电音爱好者打造一场纯正梦幻史无前例的电音盛宴 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同时公布了EDC中国主题曲 海选计划和DJ大赛两项赛事 如此盛世国内的电音爱好者当然不会缺席 这部最近在电音领域动作颇多的跨界电子音乐人刘立扬 和百大DJ里唯一的中国面孔DJL也是现身发布会现场 与在场嘉宾和媒体分享了他们的现场电影体验 然后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也是DJ嘛 然后也对电音文化一直其实是一个一直在推进的 然后自己用微弱的力量用自己的小厂牌 在自己给自己发一些电音的作品 从一二年开始 包括从一二年初就开始自己当DJ 然后也参加了各大的国内的一些音乐节 那其实也代表中国的新生力量吧算是然后去到国外去采访一些那个百大DJ啊 或者是去跟国外的音乐人做一些交流啊 那我觉得其实今年在EDC在中国落地我也不觉得不觉得很惊讶也不觉得很怎么讲呢 我觉得应该是时机到了就是中国现在电音发展的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喜欢电音的年轻人 我觉得都开始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音乐上面 都一直在自己推广这个电音文化 然后把一些正能量也好 或者把一些运动的元素也好 或者是把一个比较怎么说很有能量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 带给我我自己的一个粉丝 那其实也是打破以前很多大家对我礼物时候的印象 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到我还是啊我很喜欢你的礼物 但是我最开心的就是现在有人会喜欢我的一些电音的作用 其实这些年来丽阳的成长大家都有目共睹 她对电音的热爱也都是有迹可循的 但其实电音在国内还比较小众 所以丽阳当天在现场也跟大家介绍了自己最近在关注的一些电音人 方便大家更快速的了解电音 其实反而百大关注的不是特别多了 就是当然我觉得百大是非常值得期待跟关注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音乐性更 我更注重音乐性 比如说有一些新进的DJ 他们在音乐的运用和变化上面很多 不是说百大我们很多时候是千篇一律 听多的时候都差不太多 所以不是说不好 而是我觉得我是很怕电音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然后大家忽略音乐本身 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 期待中国首场EDC上海报道